好没有错来关心到这起整起事件 发生在台湾时间清晨六点多的时候 包含我自己还在睡觉 结果惊醒发生了大事件 大家都知道最近美国选举 你说打得火热吗 但似乎好像也有人觉得尘埃落定 因为好像觉得拜登的选情 大概就是这样了 所以呢川普很有可能 至少目前台面上看来 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任的美国总统 这个敏感的时机点传出这样的事情 那么事情发生在宾州 当时川普才上了造势的舞台 短短几分钟时间 后头突然连续五声的枪响 并且呢下一秒钟看到的画面 川普在起身时 他的右耳已经是鲜血直流的状态 那根据了美国CNN的一个最新报导显示呢 这名暗杀川普的枪手 他也已经随即被击毙 但是呢他是在川普被枪击受伤时候 第一时间就立刻遭到了特勤局 反恐狙击手的射击 所以目前我们也掌握到了一段最新的影像 就是这段狙击手击毙枪手的画面 我们目前呢先播放的 会是一段现场原因的画面 大家先看了这段画面 再来播出CNN主播的解说 可能媒体的报道目前都显示说 这名枪手其实当时距离川普造势大会 现场是非常近的 大概是多长的距离 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数据 枪手大概距离川普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才120公尺左右 所以呢画面上这段也显示了 特勤局的反恐狙击手 其实他们的身手也非常的快 当时川普是上台演说了大约是6到7分钟的时间 所以呢现场有维安人员发现情况不对 就立刻开枪 而这名暗杀枪手 证实已经遭到了击毙 好目前的身份曝光掌握到的是一名 当地宾州 也就是一名白人男性 那疑似才20岁 这初步掌握到的讯息 待会都会有更详细证实的报道 来呈现给大家 那根据CNN的说法呢 这起枪击案 目前已经由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来主导侦查 好那就来持续关注一下 川普造势遭到暗杀 好这是一件 这个画面应该是今天整体事件最震撼的画面 好当时川普才上台讲了几分钟 好后头突然连续 叮叮叮 五声枪响 那川普第一时间是整个人蹲下来 结果再起身时就发现 他的诱饵是鲜血直流的状态 但是呢这个时间点他还是保持高度的政治敏感性 下一个举动他虽然一边被维安人员扯下台 但是川普你看哦 他不忘举起右手对着现场的底下的支持群众 表达我没有事大家继续奋斗这样的感觉 好像营造出一种川普他也是枪击受害者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只能说川普选举政治敏感意识还真的蛮强的 那来看一下呢 根据美联社报导 这起的造势场合是发生在宾州 宾州其实向来就是美国选举当中非常有名的摇摆州 所以也算是一个很关键的场合 川普这回来到这里 而且传出是被宾州当地人意图射杀 那遭到枪手攻击现场传出了好几声的枪响 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资讯来自美国警方的最新说法是 其实呢当时川普他并不是直接被子弹给扫过他的耳朵 真的让他耳朵流血的 其实当时子弹呢是击中了川普的提磁机 所以呢提磁机的玻璃碎裂喷起来才扫过了川普的耳朵 也就是说你能说川普非常的福大命大 当时他似乎是因为一个转头刚好子弹降射过去 所以也有人说那个枪手很明显的就是想置川普于死 因为他原本枪手呢瞄准的准心 好像就是要从这个川普的后脑勺 但是川普一个转头刚好闪过了子弹 这里看到现场其实是有目击者的 他们说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大家都在台下非常专心的听川普讲话 但是呢有人看到有一名男子他就很冷静的携带了一把 步枪也不算是那种大的手枪 就是小型的枪支 然后呢登上了一个附近建筑物的屋顶 所以呢他们就觉得怪怪的 也有示意跟维安人员说 这个人好像有点嫌疑 但是还是来不及了 因为几乎是同一时间枪手就已经连续射发了至少五发的子弹 那另外还看到呢 经建了五声连续枪响 那群众是纷纷趴下现场一片的混乱 枪手立刻也被狙击身亡 那目前整体就是两个人死亡 其中一个人就是枪手本身 那另外一个人是很无辜倒霉就在台下的群众 他是直接后脑勺遭到了击中而身亡 那川普刚才说福大命大 目前呢人没事 而且呢事情发生不久之后 川普立刻又在社群脸书上发文 要支持者不要担心 包含川普的小儿子也说 父亲在医院接受检查观察 不过呢整体的精神状况是非常不错的 并没有大碍 当然说到这起事件会不会对选情造成冲击呢 这可能是接下来事情发生之后 大家要来观察的后续效应 那对手拜登 当然第一时间还是保持一个比较不出声的状态 他也在观察情势 那之后呢拜登当然就发了一篇简短的声明说 谴责暴力也非常的庆幸 川普没有事就好 那认为这一切不应该在美国发生 一定要揪出凶手是谁 已经接受了最新情况的简报 那身为川普和家人以及参加竞选活动的群众呢 他们都为这些人来进行祷告 好美国总统欧巴马也发生了 美国民主不该有这种暴力发生 马斯克也发生了 因为其实昨天才讲到 马斯克他捐了一大笔钱 进到了川普的竞选户头 所以也被视为他应该是表态 要来力挺川普的 所以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马斯克也不演了 直接就公开的宣示全力支持总统川普 希望他早日康复 另外呢也传出 其实脸书过去呢 都是一直封锁川普的账号 因为觉得他发的言论实在是仇恨值太高了 但是就在这个竞选白热化的这个时机点 脸书也正好是宣布说 他们要解除封锁川普的这个账号 这样的一个限制 那不过传出背后的原因 是因为川普很有可能当选嘛 那川普呢就跟脸书放话说 如果你继续封锁我 那你以后有好戏可看了 所以脸书基于这个有点被威胁的原因 才决定要解除这个川普的封锁状态 没想到就发生了这样的大事情 好那接下来的这个报导呢 我们就完整的把整起枪击事件的前因后果 这个过程完整的做出一篇影音报导 提供给大家我们来看 川普演说到一半 突然枪声连发 他用手碰了一下诱饵 立刻蹲下 好几名随护冲上台 将川普重重掩护 现场观众慌张尖叫 第一轮枪响停下数十秒后 再传出一声枪响 这时特勤持枪上台为安 蜂拥而上用肉体保护川普 只见川普右侧耳朵血流布止 但他还不愿立刻下台 川普挺直身子 高举右手紧握拳头 口中高喊要奋战到底 顿时掀起一片欢呼 他随后被送往医院急救 事后也透过社群媒体亲自发文 说自己的诱饵遭到一枚子弹射穿 但事后美国警方指出 割伤川普的并非子弹 而是玻璃碎片 流了很多血 特勤局强调川普情况安全稳定 他的儿子小唐纳也对外发声 称川普精神非常好 女儿一翻卡也打破沉默 感谢民众支持 根据当时现场目击者说法 民众一开始还一头雾水 误以为是烟火 直到确定发生枪击 现场陷入混乱 而一名距离五台仅六排的民众 回忆起事发当下 描述川普在关键时刻 以一个动作避免头部重担 枪手当场被击毙 还有一名观众不幸身亡 另有两人重伤正在急救 记者吴江最后报导 好 川普是非常戏剧性的 你看一个转身一个转头 在一个蹲下因此逃过了一劫 但是不幸的是 现场有一名观众 他是直接遭到击毙的枪手本人 也已经遭到狙击身亡 那有媒体就访问到了 现场刚好目击一切 并且参与救援的男子 他也是满身是血哦 谈到当时混乱的情况 他说因为自己本身是个军人 依照本能立刻就现身来参加救援 而究竟枪手开枪的动机为何 目前都还没有情势明朗 美国总统拜登在听取了特勤简报之后 也发表了公开谈话 他是强烈的谴责暴力 而有记者就问到拜登 你到底觉得这会不会是 就是一个暗杀行动呢 这好像就有点敏感了 拜登就说他要在掌握更多的市政之后 才能再对此事发表评论 他是确保持人肯定过程 哥涵地军 plais蹦 他整尾的事了 道菜 因为当你们还认同 川普总统调性 以发生 channels 感觉 申闡 Danke 总统调子 Ryan 总统调子 神转 看看 orrream M Ros Winstitution.COMBINESS,MENTIFYCHER COMINGDUALIZED, получIT 2.3FELCES THERE IS NO PLACE IN AMERICA FOR THIS KIND OF VIOLENCE. ITS SICK. ITS SICK. ONE OF THE REASONS WE HAVE TO UNITE THIS COUNTRY. WE CANNOT ALLOW FOR THIS TO BE HAPPENING. WE CANNOT BE LIKE THIS. WE CANNOT CONDONE THIS. I WANT TO THANK THE SECRET SERVICE AND ALL THE AGENCY INCLUDING I'm not going to say that we have to give you a little bit of detail to come relative to other people who may be injured in the audience. I don't have all that detail.We'll make that available to you. I may be able to come back a little later tonight,but we'll put out a statement if I'm not able to give you if it's not convenient for you all. But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the Trump rally is a rally that he should have been able to be conducted peacefully without any problem. But the idea, the idea that there is political violence or violence in America, like this, is just unheard of. It is just not appropriate. Everybody must condemn it. Everybody. I'll keep you informed and if I am able to speak to Donald, I'll let you know that as well. But, so far it appears he is doing well. Number one. ME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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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 TWO,THERE'S THOROUGHLY INVESTIGATING WHAT HAPPENED TO ANYONE ELSE IN THE AUDIENCE. I HAVE SOME REPORTS BUT NOT FINAL REPORTS. EVERY AGENCY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M GOING BACK TO MY PHONE TO SPEAK WITH THE FEDERAL AGENCIES THAT ARE BEING PUTS TOGETHER AGAIN TO GIVE ME 沒有錯 剛才聽到有記者就問拜登這究竟是不是暗殺 拜登說目前還沒有證據 所以還不能定調 整起案件已經是由美國FBI來主導調查 目前為止至少是朝向者暗殺未遂這樣的方向來偵辦 不過說起總統級的人物 總統公然的遭到暗殺 其實過去美國是曾經有案例的 美國總統或者總統候選人上一次遭遇槍擊要追溯到40多年之前 也就是1981年震撼全球的雷根遇刺案 雷根遇刺案是發生在1981年3月30號當天 當時雷根上任才短短69天的時間 並且是在參加一場和工會團體活動發表演說同樣的場合 沒想到就在人離開酒店的時候遭到了槍手槍擊 而當時的情況雷根是他的肺部中彈 一度內出血 情況危急 但是也是非常細菌性的 因為呢 及時搶救之後是迅速的恢復 但是雷根的新聞秘書則是因為槍擊而終身癱瘓 當時這名槍手是被認定精神失常 所以呢 暗殺總統的罪名最後是沒有成立的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 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 TTS 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 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 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 KS 柔優 Care